Hello大家好,这里是貂蝉聊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校园鬼魂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1921年的英格兰 一战的失败令压抑而又沉痛的气氛笼罩了整个国家 女孩利贝卡被邀请到一场复活王者的仪式现场 巫师不停地念着咒语 玻璃盖上的人影越来越明显 大家都以为是王者显灵 只有利贝卡一眼就看出了不对劲 当场拆穿了巫师的假把戏 利贝卡是一名幽灵猎人兼作家 他最讨厌装神弄鬼的江湖骗子 正义感极强的他将揭露真相视作己人 他不相信世间有鬼魂的存在 存在的只有人心邪恶 这天一所寄宿学校的男老师找到了他 他看过利贝卡的书知道他是打假专家 于是拜托他调查学校闹鬼一事 这件事与多年前的儿童谋杀案有关 被杀的孩子是一个男孩 多年来他的幽灵排坏在校园不愿离去 三周前更是有一个孩子 说自己看见了幽灵 并在某个夜晚离奇死去 男老师拿出学校每年的大合照 上面都有一个若隐若现的男孩身影 利贝卡看了却不以为然 很明显这是有人在恶搜剧 他本想推脱这份无聊的差事 但得知这所学校的孩子 大部分都是孤儿 他决定写下这份差事 因为他的童年也是孤独且恐惧的 他跟着男老师来到学校 迎接他们的是学校的女射尖 他是利贝卡的书迷 并表示自己愿意在调查的过程中为他效劳 利贝卡开始在学校参观 调查着有关三周前的命案 他来到课堂询问孩子们是否真的见过传说中的幽灵 一个孩子站了起来 说自己见过 就在所楼上方 他害怕地恳求利贝卡将它消灭 利贝卡听后开始着手布置陷阱 到了夜晚他就可以知道这幽灵长什么样了 一切准备就绪 利贝卡躲在一旁观察 很快 铃铛的声音响起 利贝卡跟着逃跑的脚印追了过去 发现了一个白色头套 在转身的时候还看到了一个孩子离开的身影 他确信这一切都是恶作剧 于是在第二天一早将孩子们召集 粉末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 只要经过检验便可得知昨晚出现的孩子是谁 很快 他们找到了那个孩子 他承认了自己恶作剧的行为 校长一听 气得拿起鞭子就要抽他 利贝卡却将他喊住 虽然这个孩子调皮 但他和三周前的命案没有关系 在昨晚调查的时候 利贝卡在镜子和门坝上闻到了熟悉的香膏味 这个香味是属于另一名老师的 命案发生的时候 他也在现场 因为听到学生一直说见到了幽灵 他一气之下要惩罚他 于是将他躲在了地下室 学生因为害怕 哮喘发作 导致死亡 这场悬疑的命案就这么破解了 学校也迎来了假期 孩子们都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利贝卡本想功成身退 他来到湖边小抽根烟 却突然被一股莫名的力量打倒在地 还在湖里见到了一个幽灵 他掉进湖里晕了过去 男老师及时发现危险将他救了上来 利贝卡醒来后 女射尖和唯一一个流向的小男孩汤姆在照料着他 利贝卡和他们简单聊了几句后 便打算洗漱收拾后离开 他觉得刚刚在湖边发生的一切都是意外 但在洗澡的时候 他再次从墙洞上 看到了一张扭曲的孩子脸 利贝卡立马追了过去 来到了一个模型房子前 他朝着模型房子看去 发现里面摆放的场景和玩偶 都是这几天 自己在学校里经历过的事情 有些便是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 他觉得一定是还有人在背后搞鬼 于是想将幕后人抓住 他开始重新调查这所学校 女射监和汤姆发现 走廊某处的温度计有明显的变化 提醒利贝卡来这里看看 果然 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处暗格密室 利贝卡从里面拿出了一只玩偶兔子 兔子发出的声响 让汤姆很是害怕 利贝卡的精神也越发紧张 布置的仪器开始有了动静 利贝卡跟随指示 看到了一个滚落的红球 利贝卡顺着滚落的方向追了过去 看见走廊的镜头 有一个男人拿着猎枪对准了他 但一转头又发现都是幻觉 利贝卡接近崩溃了 他对着赶来的女监生和汤姆大发雷霆 认为是他们在背后动了手脚 冷静下来的利贝卡 开始冲洗刚刚在走廊抓拍到的照片 发现其中一张照片里 真的有孩子的幽灵 一直艰辛的事情突然被推翻 难免会遭受很大的冲击 为了缓解自己激动的情绪 利贝卡和身旁的男老师 做出了更激动的事情 完事后利贝卡去散步 学校园丁一直偷偷跟着他 他袭击了利贝卡 并想要图谋不轨 关键时刻 幽灵出现 园丁吓得瘫倒在地 利贝卡找到机会反抗 却下手太重 将园丁打死了 慌张的他回到学校 将这件事告诉了女射监和男老师 他嘱托两人 千万不要告诉汤姆 他怕会吓着他 男老师一听却说 孩子们都放假了 学校早已没有了学生 利贝卡这一时再反应了过来 汤姆就是那个幽灵 他像是想起了什么 再次走到了那个模型屋子前 汤姆也在这时出现 他不是故意要下利贝卡的 他只是想让他想起一些事情 只要利贝卡往模型屋子看去 就能想一切 利贝卡打开模型屋子 一切的回忆也随着涌现 原来 学校现在使用的屋子 是利贝卡小时候的家所改造的 汤姆是他同父异母的弟弟 这天 利贝卡在玩耍的时候躲在了柜子里 无意间目睹父母吵架 愤怒的父亲直接开枪 将母亲杀了 利贝卡冲出了小舅母亲 却被扫心病狂的父亲追着跑 害怕的利贝卡躲在了暗室 刚好弟弟也在这里玩耍 他示意利贝卡要安静 但利贝卡手中的兔子玩偶 却在这时发出了声音 拿着猎枪的父亲 对着生源处开了一枪 结果将弟弟打死了 无法接受唯一的儿子死去 父亲最终选择了自问 想起了一切的利贝卡 他呆坐在楼梯间 女射箭也在这时走过来 他便是弟弟的生母 也是之前家中的保姆 利贝卡之所以来到这里 都是他安排好的 他希望他回到这里 一家团圆 他们一起坐在餐桌前聊天 女射箭突然露出了神秘的微笑 原来 他在利贝卡的酒里下了毒 他想让利贝卡留在这里 永远陪伴着汤姆 但汤姆不忍心看着姐姐痛苦 找来了解药 将利贝卡救活 开学了 孩子们都回到了学校 利贝卡也经过这次的事情后 从童年阴影中觉醒了 他打算忘记过去的一切 和男老师一起 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而那些逝去的家人 将永远活在他的心中 好了 本期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看都看了 确定不关注我吗 下期再见